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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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能手术其他医院的医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先看看您的片子 您怎么不好 我应该是得了焦质流 焦质流 猛一听这话 郝书玉十分震惊 毕竟大多数的焦质流患者根本无法治愈 更令人心痛的是 这位女士看起来还如此年轻 郝书玉在书中说 我仔仔仔细细地看着她的合词片子 多希望是之前的医生给弄错了 拿着片子反复核对之后 初步的诊断结果出来了 之前的医生没有弄错 这位女士患上的是 左侧额叶低级别焦质流 不过万幸的是 这位女士的焦质流的恶性程度很低 确实可以通过手术治愈 说到这儿啊 我相信您一定会感觉到有些疑惑 如果说可以通过手术解决 那么之前的大夫 为什么不愿意轻易为她开刀呢 我们来看一看 郝书玉在书中是怎么说的 面对这个结果 我的内心可以说是既松了一口气 却又忍不住地隐隐担忧 对于低级别的焦质流来说 最好的办法虽然是手术切除 并且手术的把握很大 可我担心的是 肿瘤长在了患者的语言区 手术后患者可能不会说话了 如果不扩大切除 肿瘤又复发了 那么大概就意味着这位女士的生命的终结 就这样 郝书玉陷入了和其他医生一样的纠结之中 保守治疗 也许病人看起来暂时恢复了健康 但是最终大概率性命不保 而扩大切除 不但这位嗓音甜美的音乐老师将会面临失语的风险 同时自己的声誉也将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书读到这儿咱就明白了 为什么别的医生不愿意为这位患者做手术 而同样 好医生作为事业刚刚攀上顶峰的年轻主任医师 口碑和声誉那是极其重要的 一个弄不好 也许将意味着医生生涯的终结 就在郝书玉还陷在自己思绪中的时候 这位年轻的女患者说话了 大夫 您能帮我手术吗 我的孩子刚上小学二年级 他不能没有妈妈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看着孩子长大了 我要活下去 听到这里 郝书玉仿佛被什么击中了一般 他在书中是这样说的 听了他的话 我大为震动 忽然意识到 自己刚刚的犹豫是多么的狭隘 我是医生 是病人眼里的白衣天使 是家属眼里的救星 好 我来给你安排手术 就这样 郝书玉给出了这位母亲最想听到的答案 几天后 这位女患者在丈夫和孩子的陪同下 来到了手术室 当手术室要关闭的那一刻 孩子拉着妈妈的手 只能松开 我要妈妈 我要妈妈 孩子哇的一声哭了 哭得撕心裂肺 而看到这一幕的好书玉 强忍住眼中的泪水 断然回头 快速走进手术室 书中说 这时我深深地感受到 为这位患者做手术 是最正确的决定 手术十分成功 患者术后没有任何病发症 这位漂亮的女老师 依然可以唱歌 说话 依然可以和她的孩子 嬉戏打闹 书读到这儿 真的是非常感慨 在个人荣誉和病人的安危之间 郝书玉医生选择了后者 他选择了首先考虑患者 这样的选择 背后的心理动机 究竟是来自哪里 作者在书中是这么说的 我还记得 我踏进医学院的第一天 穿着隔离衣 宣誓的那一刻 我宣誓 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人类 我将首先考虑 患者的健康和幸福 也许正是医生 这种神圣的使命感 与责任感 给了好书语关键时刻 勇于承担的品质 而这种品质 是最难能可贵的 也正是一位合格医生 最不可或缺的 好 感谢您和我们 共同分享这本 由好书语所著 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 刀尖上的舞蹈 当大脑欲见肿瘤 更多好书 期待和您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